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节气乐国家 我是主持人彭启明 小寒和大寒是24节气中 最后两个节气 也是最冷的时候 小寒在每年的1月5日或是6日 当太阳到达黄到285度的时候开始 与这个大寒 小暑 大暑或是除暑一样 都是表示气温冷暖变化高低的一种节气 那中国历书中有记载 斗指雾为小寒 拾天气渐寒 尚未大冷 故为小寒 就是指这个时候 已经是相当的寒冷了 不过还不到最冷 所以称为小寒 那中国古代将小寒分为三喉 一喉呢 燕北香 二喉呢 雀始朝 三喉 致始渠 燕北香指的是古人认为 后鸟中的这个大燕呢 是顺着阴阳而迁移 这个时候呢 阳气已经开始动起来 所以大燕开始往北迁徙 那雀始朝呢 是指这个时候 北方到处可以看得到喜雀 喜雀感觉到了阳气 而开始足朝 那第三喉呢 这个智渠 这个渠呢 是这个明教的意思 这个智呢 在接近四九的时候 会感觉到阳气的生长 所以开始明教 那这个时候呢 在中国东北 平均气温大概都在 -30度左右 极端最低气温 甚至可以到达 -50度以下 很冷很冷 中午的时候 平均气温 最高的温度 也只不过-20度 所以真的可以说是 天寒地冻 那到了南一点 到北京附近 平均气温呢 一般都在-5度上下 最低的温度 也在-15度以下 到了这个秦岭 淮河流域 平均气温就在 0度左右 那过去呢 我们这个地理课 也都有学过 这条线以南 已经就没有 季节性的这种动土了 那冬天的农作物 也没有明显的月冬期 那这个时候呢 江南地区 平均气温大概就落在 5度的上下 那虽然说田里面呢 还是充满着生机 可是呢 有时候一遇到这种 冷空气南下 这个寒潮爆发 或是寒流 就容易造成一种危害 根据近50年 台湾历史气象观测 这资料显示 台湾中部跟南部 在小寒期间 通常是一年当中 温度最低的时候 那北部呢 跟东部 则是在大寒期间最冷 那小寒呢 这个时节最大的特色 就是这个寒流 一波接着一波来 那冷到什么程度呢 则是跟圣阴 或是反圣阴现象 还有最近呢 大家都很熟知能详 很受到瞩目的 北极震荡有关系 那小寒这个时候呢 的天气跟温度 跟冬至期间 相当的类似 冷空气南下的频率 是很稳定的 平均呢 大概四到七天 就会发生一次 冷空气南下的一个事件 对迎封面的北部 还有东北部来说 每次呢 有冷气团 或是寒流暴到的时候 就会先受到封面 前缘的这个影响 而开始下起毛毛细雨 那温度呢 也就开始明显的下降 那冷的时间呢 大概会维持个 两到三天左右 那之后呢 随着推动封面 东移的这个冷高压 逐渐的东移出海 雨势呢 就会明显的缓和 有出现阳光的机会 那温度呢 也会短暂的回暖 大概可以维持个 三到四天 我们先跟着小帮手 一起来了解台湾 小寒的天气 和冬至相比 小寒 封面南下的频率 和冷空气的强度 都变得更高更多了 反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是天气越来越冷 其中仍然以北部最冷 平均只有13到19度 不过因为受到寒流影响 低于10度的机会也不少 受到封面影响带来的毛毛雨 时的降雨几率也将近五成 中部受到寒流影响的时间 大约比北部晚个半天 常常会有10度以下的低温出现 平均则是12到22度 但是比较不会下雨 降雨几率平均只有两成左右 南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平均比北部晚个半天到一天左右 不过也不是每次冷空气南下 都强到足以影响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温暖 平均大约15到23度 东北季风比较少影响到东部 通常风变大时 已经是北方高压出海 转为比较温暖的东风了 因此东部在小韩平均为15到21度 但与北部相同的是 降雨几率平均都会来到五成左右 刚刚有提到冷的程度 会受到圣阴或是反圣阴现象影响 那对台湾而言 通常反圣阴年比较冷 圣阴年则是相反比较暖 那另外一方面北极震荡的影响程度 相较起来影响其实是更为深远 而且严重的 那北极震荡指的是北极地区 出现这个低气压周期性的变化 通常低气压很强的时候 会引发环流增强 进而锁住冷空气 而不至于大幅度的影响到北半球 这个就是北极震荡的一种常态 称之为北极震荡的正向位 正北极震荡 那相反的 如果它的环流比较弱 也就是所谓的负向位的时候 冷空气就会不断地外泄出来 造成这个全世界北半球的寒灾 那这些年有人一直在怀疑 是不是因为全球暖化 造成北极震荡变得比较严重 其实这个在科学上 还没有一个很完整 而且充分的证据或是定论 只能说它是一种推论 但是在我们冬天的气象报告当中 其实北极震荡 从北极来的冷空气 已经成为近几年 很重要一个关注的焦点 今年11月的时候 国际上较著名的气象事件 应该就是北美五大湖区的冰封雪了 从这个图上显示 这场大雪几乎让美国90%的国土 铺上一片的雪白 从这几天的降雪的变化来看的话 降雪的范围是逐渐集中在 五大湖区附近 然后大概只有这种加州 还有佛罗里达 还有阿拉斯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那累积的积雪呢 大概有20到30英寸 大概十几公分左右 那这个大雪呢 造成了交通 经济 电力 天然气 价格的一个影响 可以说是很大的 那另外呢 在美国因为这样提早的变冷了 冷了很多 但是呢 事实上那还在11月 结果呢 马上就要变暖了 反而一下子冷 结了很多的这个冰 接下来还有雪 然后一下子变暖之后 反而大家又害怕 会有这种洪水的事件发生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呢 提早的变冷 按照这个节气来说的话 提早变冷 老实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反而是一件很糟糕的这个事情 小寒节气期间呢 要特别留意的 当然就是保暖 并且要多注意是否有寒流南下 也要多关心家中长辈 还有这种幼童小朋友的保暖 尤其是温度这个骤降的时候 相当容易造成年老者 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很不舒服 那因此会有这种致命或是猝死的新闻 也常有所闻 我们在这边呢 给大家一些小寒的小叮铃 留意是否有寒流或是冷气团南下 注意保暖 注意室内空气的流通 以免造成易氧化碳的中毒 多关怀家中长辈穿着是否够暖 以免会并发这种心血管 或是慢性疾病等等 谈到了小寒的气候 这个时节呢 也有很多有趣的气象业语 其中有一句呢 小寒大寒冷成冰团 我们让大家一起来猜一猜 这句业语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小寒跟大寒两个节气都非常的冷 冷到结冰 二 小寒和大寒很冷 可以制造很多冰棒 三 小寒的时候呢 其实非常寒冷 冷到都已经结冰了 答案是三哦 各位观众你猜对了吗 因为根据这个气温的统计 小寒这段时节对于节气的发源地 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一年当中平均最冷的时候 最低气温都是落在小寒而不是大寒 所以说小寒大寒意思就是小寒其实是非常寒冷的 那除了这个小寒大寒冷成冰团 另外呢 像是小寒时节的顺口六 小寒胜大寒常见不吸汗 就是在描述小寒真正最寒冷的时候 除此之外 也有许多与小寒有关的夜雨 是透过小寒的天气预测未来时节的气象 例如说小寒天气暖 大寒就冷漠缩 也就是说小寒如果温暖不冷的话 大寒恐怕会相当的严寒 还有呢 小寒不寒清明泥潭 小寒如果不如预期的冷 到了清明时节 雨水亮就会多到地面变成泥潭了 或是说小寒寒金泽暖 小寒要是相当的寒冷 到了春天的金泽的时候 就会相对来的温暖等等 这个都是古人的这种经验累积 还有这种口耳相传得来的谚语 不过是不是这样 其实很难说 这个是一种统计上 这种个人经验的一种说法 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气候异常事件平传 天气上的资讯 我们还是要多留意 气象报告是比较安心的 这么寒冷的小寒节气 吃火锅是最受民众喜欢的 也是最能取暖的 那说到火锅最不能缺少的配角 就是煮的软烂的这种大白菜当这个汤底 那便宜又美味 大白菜又叫做包心白菜 结球白菜 易于栽种 耐寒也不易腐坏 还有丰富的纤维质 还有维生素C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抗衰防老又可以消除疲劳 又比其他蔬菜更适合炖煮 或是长期的腌制 台湾俗宴说十二白 农历十二月 也就是在小寒时节到农历过年的时候 大白菜是最当令 也是最适合食用的 天后越冷 大白菜的味道也就越甘甜 纤维也就变得越细嫩 那中国北方也有俗话说 白菜不如白菜 这个白菜古代称为这种松 古人曾以初春新酒 秋末晚松 来形容初春的韭菜 跟龙冬的白菜 可以说是最美味的 白菜真可以说是冬季白菜中 最具代表性的蔬菜之一 那台湾的北部的山区 彰化 云林 嘉义等地的大白菜 是非常有名的产地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 前往新北市的有机农场 来看看大白菜的生长环境 还有它的气候特性 大白菜 小寒时节的当令食材 属于写冷怕热的冬季作物 有多年栽种大白菜经验的农场主人 仅连声说要种出好吃的大白菜 没有秘诀就是要选对时间 由于使用天然有机的种植方式 所以植苗的时间特别重要 如果时间不对 就会影响大白菜的口感与外观 一般来讲从苗种到缩成 刚好差不多90天 100天以内 以果粒来讲的话 就是10月种 到1月底熟 刚好过年 这个季节是最标准的 你如果温度高的话 不低于20度以下 你大白菜的口感就比较会有纤维花 会粗 吃起来人家说好像吃木槽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 那个季节对的 就是在冬天最冷的 大小寒的收成 这个成长对不对 是最棒的 吃起来就是清脆又甘甜的形容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冷气团来台湾的时间是越晚越好 冬季寒冷的时期就不会太长 但是对于农民而言 今年的冷气团来得有些迟了 该植苗的时间气温不够低 于是也直接影响大白菜的生长周期 今年就是103年的润月又是暖冬 所以会比较差一点点 一暖冬的话 那个昆虫对不对 它的繁殖力很强 虫害多 外观就非常差 如果低于到像今天来拍的话 就12度对不对 那个虫密实就停止了 所以对我们是一种帮助 所以今年暖冬我们比较提前种 大概都损失得很严重 没有关系 我们农夫有一句话 做了拍餐 很久 对不对 还有机会 今年较少了 没得到半年 那么倒霉就是虫害会那么多 所以今年来讲是特别多 在同一区的农园里 就看到四个品种的大白菜 虽然同属大白菜科 但是外观特征各有不同 听说烹调用法及口感也各有分别 如果是山东白 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山东白 对不对 跟那个包心白 大概都是卤的 做火锅对不对 卤白菜用的 一般的话 我们有一种叫天津白 对不对 它可以包起来 它是直立式的白菜 类似一种炒起来吃的那个黄金白 天津白跟黄金白是很接近的 还有一种叶粒素比较高的 它有对比 它梗是白色的 叶子比较深绿色的 所以它的真正的名字叫做黑叶白菜 这三样的白菜 虽然都是白菜 只是包心白跟山东白 它越卤越好吃 或者是你炒青菜 你就可以用天津白跟黑叶白 大白菜种类的不同 关系到口感及吃法 那要种出好吃的大白菜 就要看气候了 虽然每年气候的好坏 直接影响收成 好与坏的产量落差 甚至差距三四倍之多 但是农场主人简连声说 他依然对大白菜情有独钟 以往年来讲的话 我去年的话 我大白菜就一颗种起来就四五斤 今年可能没有办法 我一斤多一两斤 我就提早转收了 但是我对它有感情 因为大白菜对不对 我们在过年围炉对不对 应该都要用到 我不得不种 我不能说 种不起来我就停止了那个炼头 对不对 就不去栽培它 所以我如果是说大白菜不好种 我就把它放弃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年的话 算还是虽然免充不足 但是还是蛮利 说到当季的植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许多梅花都盛开了 我们都知道梅花越冷越开花 所以小韩这个时候 也就是农历十二月 也刚好就是梅花盛开的时节 其实梅花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 时常被提起 像是王安时的梅花 墙角鼠枝梅 淋寒独自开 摇之不适雪 唯有暗香来 到唐代的黄坡山 断祭禅师的晚林路 陈老拥托式非常 仅把绳头坐一场 不经一番寒侧骨 争得梅花扑鼻香 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 梅花不仅是 历代诗人 词人歌颂的对象 早在阴代的文物里 也发现梅的踪跡 河南安阳阴代古墓出土的铜顶里 发现了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梅盒 更证明了梅花在亚洲的历史地位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梅花 梅花花旗在晚冬即一月下旬即二月份 是盛开的时期 与蓝 竹 菊一起列为四君子 中华文化有所谓春蓝 夏合 秋菊 东梅 梅花凭着耐寒的特性 成为代表冬季的花 梅花大多为五半 已有多半品种 也身形为白色 果实在初夏成熟 因为果实成熟时期 恰逢中国江南语季 所以这个时期又被称为梅语季节 1964年台湾决议将梅花定为国花 梅的三壘舞伴 代表三民主义及武权宪法 又象征武族共和 具有敦武轮 众武常 夫武教的意义 而梅花 之痕 隐邪 艺书 奥双 同时代表意境中的 元 真 利 亨 四种高尚德行 在台湾梅花与樱花都常常见得到 这两种花长得很像 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在这里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分辨方式 首先梅花是有香味的 而且看起来就像是 直接从树枝上面开花 几乎是没有花梗的 另外樱花树的树干上 有一环一环的横纹 只要掌握了这两点 以后在郊外踏青 遇上了梅花就不会认错了 梅花的花期虽然是现在的这个时节 不过早在去年十月中左右 在台东的鸾山梅花却是提早开花了 原本十二月底一月遇上低温才会逐渐 占开的梅花却提早了近两个月盛开 乱了花絮 而且鸾山梅花已经连续两年提早开花 去年连水蜜桃树也提早开花 当时也有专家认为是当年天吐台风 扰乱的花絮 才会让梅花误判开花季节 但是近期并没有台风席台 而且山区温度也都还在20度左右 所以农民担心梅花在内的这种植物 会被天气扰乱 才会在稍有良意的提早开花的状况 那气候的改变 对植物而言也成了一种严苛的考验了 小韩这个台湾最冷的节气 在酷寒的外表下 常有许多温暖的传统文化 有着民生息息相关的当令大白菜 有代表国家的梅花 下一集我们延续小韩的冷 跟各位分享更多小韩时节的特殊气象 解析了我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一起谈天说地化结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